今天看一下我的家吧 这里是我的客厅 然后基本上 过道上面就很少可以走动的地方 本来这里是放了一个 椅子可以坐的 一个长椅可以坐的 但是长椅上面已经 放满很多杂梯 杂粑的东西了 反正是啥东西 其实杂七杂粑也很难说明白 反正就是已经 放满东西了所以做不了 为了有地方做了又在椅子长椅 前面的又放两个椅子 要来坐的 所以就 这个 然后 这里是 茶几 这个是茶几茶几上面也是放满对满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单止下面 中间 对满了 下层也是对满东西了 嗯 这里本来是要来做的 但是呢 他 又把一张 凳子上面又放了东西 凳子下面也是有东西的 然后凳子前面又放了凳子 然后这个凳子 前面放的凳子 上面还要放的本书 就其实本来 就要来做的嘛 现在基本上 两张凳子都不是用来做的 就是用来 你说用来啥我也很难说明白就用来 陈列东西吧 用来陈列吧 像博物馆一样 然后呢 下面的应该是放一些箱吧 这些箱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 其实 应该一些杂物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了 都是一些杂物 然后基本上 现在能做的地方呢 这个椅子是我爸做的 这两个椅子 还有这个椅子 就是基本上 做这个 然后 本来 这客厅啊 还是蛮 蛮大的 但是 现在 变了 塞满东西嘛 所以就 很多 过到只能 很狭窄的 然后再加上 那边已经放了我的床了 我现在天天打地铺放在这里 睡在这里 好这里就是我的 房间了 我的房间 因为 浪浪可乐 就 要睡觉嘛 有时候他会躺在上面睡 铺一些棉被 然后 整体看上来 这个房子基本上就 怎么说呢 就 很拥挤了 其实这个 房子还是蛮 蛮大的 反正很多东西都 塞满了 就 走都走不过去 然后那边 本来有个衣柜的嘛 但是那个衣柜 里面也是塞满很多衣服 呃 因为塞的衣服都不穿嘛 又不丢 又不用 然后呢就 直接用绳子绑起来了 其实上面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都 反正整个房子都放放了杂物 这里是我爸的房子 我爸在睡觉 然后 我爸的房子 这个房子 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吧 因为 不过也 500步销 20步了 下面也是放满东西 这个 都是 很 上面也是挂满的东西 很多都是不用 很多都是不用 然后呢 我家 还有两个阳台 但是 阳台 虽然有两个阳台 但是利用力 都是很低的 阳台上面呢又放了一个椅子 椅子后面呢都是放一些杂物 这些杂物 也不丢啊 还有 看到吗 那边还有一些 用不用的一个 桶子啊 还有 水瓶啊 水壶啊 然后 里面 因为塞的东西嘛 然后有时候也会有老鼠 在那边大窝 有时候会听到老鼠声 阳台是蛮宽阔的 但是下面呢都是放满东西 也是放满东西 还有煤气罐 这个煤气罐不用了 又一直放着 然后 这个 这个洗衣机 买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不用 然后就这样放着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厨房 倒好吧 东西不是很多 大家好 我是乐乐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充满 最利亚风格的 房屋 我的家 然后呢周围都是已经放 被很多杂物都 堆满了 显得这个家呢都是很拥挤 过道也很狭小 人做的地方也是很有限 用的到的地方都很有限 这怎么说好了 其实我这个家 也 并 我个人来说如果住三个人都 是还是挺宽阔的 我个人来 说 因为呢我的家真实面积 就有58方左右吧 但是呢 现在 能用的 我个人 自己 统计了一下 我们家自己人用的地方 其实很少 我就睡在这里 然后人坐的就有两个位置 还有一个 饭桌 然后屋里面 就是 用得到的就是 我爸一间床 我妈一间床 然后其他地方 空余的地方 全部全部都是被 砸漆沙发的 用不上的 叫不上名字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堆满了 啊 然后呢 我 难得来到 回到家嘛 本来我 刚回来的话 我就 想好好打理一下 我这个 房子 让他可以变得好 好看一点 利用率 多一点 但是 之前我爸 那个身体不好嘛 也没精神 就 整天都很忙 就 也没心思去 打理这个房屋 然后最近 我爸不是 身体好嘛 身体好 我就整个人 都轻松很多了嘛 然后 呃 在 准备 打扫这个房屋之前呢 我还 就 剃了骨子 打扫了一下自己 呃 接下来就 轮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了 我好像 其实我早就 看不惯 这 房子 这么大早 就想 好好的去 大扫除啊 呃 断舌梨啊 呃 弄漂亮一点 然后 呃 怎么说好了 话不多说 就开始了 然后 在开始之前 大家就 好好在记一下 这个 比较拥挤 比较破败 比较坠利 风格的房 房屋吧 呃 然后现在 第一步先 断舌梨 把一些 不要的东西 都收集起来 然后 丢掉 啊 今天 先从这个凳子开始 好了 呃 开始了 然后先从这个凳子开始了 呃 先看一下 现在都有什么杂物 这里放了啥 布 然后一些 废纸 一些废纸 然后这里 也是放了什么 呃 也是一些废纸 烟盒里面 放的都是一些 什么 刀纸啊 袋纸 都是 都是一些 用不上的东西 然后 这里 亮着的是什么 呃 是一些 药啊 应该是一些药 没啥用呢 这些也用不上 这又是啥 哦这个是 一个 灯 一个台灯 还用不上的这些 这就是一些 用不上的东西 为了收集这个房子呢 我还 准备了这样一个大袋 装了装 这些杂物 都放进去了 没办法 浪却了 咱们 保存で 衣服 uuuuu 探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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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我妈妈给你了 我妈妈给你了 我懂了 你 我现在收拾房子了 没有意见了吗 没 我一定会 你收拾房子 谁会做的 没有用的啊 那些东西 没有用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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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泥干嘛呢 爸爸 没有用的啊 开始收拾我爸就开始有意见了 叫这也不能丢了 也不能丢 干嘛呀 爸爸 不要开港厂 我到时要全部用蛇皮袋 给他了 你要用啊 我不用的啊 我不用的啊 不用的了啊 你不舍得啦 我不知道用不用啊 我有用的狠狠啊 全部装了 你一样东西都有用 一样东西都放 把污都塞满了 现在要把东西丢了 腾出来嘛 哎 腾出来 但是我是 没用的啊 很多东西没用 你放在椅子上 放在一整天就这样嘛 反正你不要动我的东西 哎 哎 没用 啊 我 我觉得我 收拾房间最大的主力不是这个 而是 而是这个 而是我爸 什么都不能丢 丢了他就有意见了 先套一样东西让我爸看一下 有用吗 有用吗 这些东西有用吗 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你逗我的东西干什么 这些带来的 你放在桌子里 哎 你放在桌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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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吗 这些手机电池有用吗 这些是没用的 那就是了 这些是个别的 你放在桌子里 没用啊 你很多东西 没用啊 这个是个别 你放在桌子里 就 感觉收拾房子最大的主力就是老人家 这也不能丢 那也不能丢 一碰的话就骂人 就丢 就发脾气 这怎么搞 这怎么搞啊 都是一些 他缺少我买嘛 又不是买不了 又不是 绝绑的东西 他现在只能每丢一样东西 都问一下我爸 这能不能丢了 他非要收起来 然后又收到其他地方 本来就没用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有啥用啊 一整 绑在这里挂了一整年了 碰都没有碰过 好几年了 碰都没有碰过 有啥用 没啥用呢 就一直挂着 放这样的位置 我本来是想好好用一下这个房子 但是 怎么说好了 这个房子本来就 本来 就不够用啊 很多地方都很拥挤啊 就挤着 很多地方 凳子都做不了 凳子怎么抓 上面都刮 上面都刮嘛 东西怎么抓 然后 开开看一下有啥用啊 这些东西 这一单 一个空盒子 一个没有装任何药 药品的一个空盒子 还有一些说明书 什么 就药 药盒子了 没用啊 就废纸一个 他就放着 放着他说有用 不能丢 你说气不气啊 这是我的一个以前初中买的一个唱片吧 放我的唱片啊 这个歌手我都忘了 叫技术性击倒啊 新手上路啊 刺青的理由啊 痛油自取啊 都是一些以前的香港歌 没用啊 放着干嘛 我家都已经 不用电视 没有DVD机了 然后还保留着这些DVD 都不知道干嘛 又不用又放着 我问一下我放 我问一下我放 有用吗 有用吗 有用先 DVD咯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哎呀 有用啊 他不阻碍你的嘛 没用的东西你就 不要放啊 你给我看 我自己会给你看过的嘛 没用 都没用了 DVD 我们电视都不用了 电视都没有开了 DVD机都没有用了 我有用啊 我买一部新的DVD 不用用的啊 没用啊 我DVD又可以 DVD又可以 DVD又可以 DVD 我怎么有那么好意跟你说啊 你知道这个是啥吗 哎 你怎么 我都用 我就告诉你 你还用吗 你还用吗 你知道这个是啥吗 连你都不知道是啥 是啥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给我放好 你没有用啊 这些东西 我有用啊 我有用啊 有用啊 你告诉我自己有没有用啊 哎 你都不看的 你都不用 我不看 我会看的 你给我擠回来 哎 我全部有用啊 哎 你不要 不要抖我 我怕你啊 我告诉你 全部啊 我也没办法 一开始 都没怎么 开始整理 就说这也不能弄 那也不能弄 这些不能丢 那也不能丢 然后我把这些用不了的东西 明明确确是没用了 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了 然后 DVD机他说还有用 我们都已经一整年都没有用过DVD机 好几年都没有用过DVD机 这也不能丢 那也不能丢 一开始很多东西 哎 开始都没开始就各种各样了 你的那些没有用啊 你常常用 你用的那些没用 含的那些没用啊 含的那些没用啊 吐掉了 你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吐掉了 去啊 我当然含都没用的 你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我五个人搬上来的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想吊 说真的 你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你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我吊的 你不打算我吊的 你不打算我吊的 没怕大家笑话 我这个反识呢 因为太拥挤了 有时候老鼠也会转进来 特别夏天的时候 呃 就就连 呃 冬 就现在天气冷了 偶尔也会听到老鼠 叽叽召叽叽叽召 然后我这个房子里面呢 那个衣柜啊 里面啊 以前也转过老鼠 呃 那个老鼠在里面挂掉了 臭得要命了 嗯 然后 哎 一大堆 丢也不可以丢 然后一丢就生气 就骂人 谁人鬼呢 一丢就生气 骂人 的时候 我是觉得 就这个房子 我已经 住了有三十多年了嘛 然后 我从小到大 就在这样一个 房子里面长大 这个房子 怎么说好了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放 放了十几年了 甚至二十年都有 有很多垃圾 杂物 其实都已经没用了 就一直放着 然后你一整个房子都放满了垃圾啊 呃 用不上的东西啊 然后 现在很拥挤 其实对一个人啊 整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你住进来 就 反而就如果你是一个 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像龙子一样的 环境的一个人 很可能 你这辈子 就 被这样一个房子穿死了 你很难有突破 你很难 去改变 你的目光会变得小窄 你的 所有思想 你的所有行动 都只能困于这样一个房子 然后我 我就是一个很 很真实的一个例子 如果不是 我出来游览了五年 我有所改变了 五年之前 我就天天在这样一个房子啊 啥都不敢去做 然后 很害怕 很色恐 很自卑 然后 就 反正 就天天把这些自闭在里面了 虽然 说个人发展 怪到房子上面 确实有 确实不妥 但是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对人的 生活行为啊 未来发展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 不去改变 而去 长期生活在 这样一个破坏的环境 对人的身体啊 心理 长久都会有一些 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 我想 好好 改变一下 不单只是自己 还有我自己生活的 地方 我也想改变一下 我觉得 只要把这个房子 变得好 很多事情都 会好 好很多 比如一个 一个刚进卫生的问题 一个清洁的问题 一个清洁的问题 正因为我这个房子呢 都放了 堆满了一些杂物 所以 蚊虫啊 各种蚊虫 特别多 还有一些老鼠 经常穿来穿去 有时候 或者从 下水道 就是厨房下水道 有时候是 在 阳台的 还有老鼠 还有老鼠在阳台里面 搭了窝 以前呢 还有一些老鼠呢 进 进到了我的一个 房间的衣柜 进到我的衣柜里面 搭了窝 然后 挂掉了 然后就腐败了 臭的啊 总之呢 臭了 一个星期 都胃都散不了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 你说 能干净吗 而且 说实在我回来了 有时候吃东西 我 我爸 有时候会拉嘛 我回来了 有时候我也会拉 可能也跟 环境比较 有关系 所以你说 不改变吗 不改变呢 这样一个 容易自身 霉菌 弃弃的一个环境 你不改变 怎么行呢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 最实在 就健康这个问题 你不改变 那这样的环境 确实会很影响人的健康啊 所以怎么怎么说也要改变了 但是回来 要改变了 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是老人的思想 唉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我就想好好地 让自己家变得好一点 却 那么难 太难 然后今天我也没什么心情了 本来是好想好好 大大扫除一下的 但是 挨了一顿嘛 劈头盖脸的 然后也没什么心情了 今天确实没什么心情去弄 然后 我爸说等他自己出来收拾了 把一些东西卡自己收起来 那就等他来了 看他 检查过后我能不能动手了 我能不能开开动了 我能他答应了 那我就好好做事了 然后今天我也懒得干了 我还要去报考那个 架 架校 然后现在就准备 出去 出去 找那个架校去报考 考车牌 然后今天的视频 就只有一个开始了 然后就 今天就结束吧 然后看明天能不能收拾 看我爸怎样 能的话就开动了 能不能收拾 我还能不能收拾 我还能做 我还能做